HELLO 大家好,我是蠍子王 這就是荷里活道136號避風港 一個小小的畫廊和表畫在塔羅的地方 地方是不難找的,介紹於荷里活道尾 上環和西盤對站都可以同一時間到達 到星期三之前就有一個謎理的浮世盤展 有日本清酒,浮世盤的版畫,日本古著 還有一些日本的手作陶器 這裏有一個塔羅的地方,買了一些塔羅的版本 清酒也不少,尾數也有幾款 可以過來看,到星期三為止 到7點半之前,7點多 荷里活道236號,等待大家的來流 拜拜 Hello,歡迎各位聽眾朋友回來 今天周三版622國際大棋局第三節 進入節目之前,請大家按讚、訂閱、按讚 接著我們在播放節目的時候可以打傷一下我們 也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也肯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公共室的Patreon 我們很多節目會在那邊上 也肯請大家口意相傳去幫我們做推送 我們接下來也有一系列新的節目 會有更多不同的節目去陪伴大家 包括有聽眾說明 我想聽著節目來睡覺 可不可以呢?行,沒問題 我們就會跟主持安排 他開著來打機,你就在旁邊睡覺 沒所謂的,睡著就由他自然認識 以及文進也會有傳統電台的清談節目 例如聽十分鐘睡覺就睡覺 其實都是好事,我們都會顧及你的感受 另外不停還有聽眾在問中 朱鑼紀公園 今天台長給我一點時間,我讀一點文章 是1993年,拍攝過《大白沙》 《奪寶奇兵》《ET外星人》著名電影 被譽為世界上其中一位最強科幻電影大師 史黎芬社一部 推出了一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電影 這部就是1993年《Jurassic Park》 隨著最新一集《諸我紀世界上映》 不者和大家回顧一下最經典的第一作 接著當時探尼觀止 用最新的電腦科技和模型結合 將恐龍以最真實的情況還原 電影以考古元素配合當時最新鮮的DNA科技的話題 打造一個看起來可以實現的夢想 也是人類一直追求到現在的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復活恐龍這些古生物呢? 那麼《諸我紀公園》呢? 很多精彩的畫面現在已經成為經典了 例如這個暴龍破壞了圍欄,追著汽車 是荷里活最經典的名場面 那麼在這個魂委的《諸我紀公園》有沒有步走呢? 人家所有的人,驚險的逃生背後都帶出一個道理 生命總有自己的出路 Life will find its way out 好了 《諸我紀公園》這個電影 1993年創造了很多神話 包括在香港、澳門 是第一套打敗周星馳電影王朝的荷里活電影 當時的玩具也創造了銷售紀錄 例如《Kenny》這些出品的暴龍 這些汽車的玩具 現在都是大人小孩的滋愛 好了 這篇文章都是講《諸我紀公園》的 不過是講《93年》那一套 如果你想看新的那一套 我想也要等一點時間 否則太早劇透就不會那麼厚度 那這篇文章是今天6月22日 《澳門日報》《富刊》 你看到的了,佔了報紙半版 那這篇文章是誰寫的呢? 蕭文俊 那麼多位朋友,有興趣看看 裡面也有說到的 《93年》呢 其實是和這個DC 合作出了這個《諸羅紀公園》的漫畫 好了 《諸羅紀公園》這個漫畫 有個貧空扣上的Cost Over 有和不同的超級別人打架 那台長猜猜猜猜 如果是在DC是嗎? 是 我開估了,和台長打架 和《竹卡》打架 是的,因為說這個《竹卡》 有個《竹卡》的一個樂園 《竹卡》裡面是瓢到飲蕩 吹什麼都齊的 《竹卡》就和這個謎語人 和幾個科學家 發明了這個星門 《Stargate》 怎麼知道呢 就叫了一隻恐龍出來 那最後你猜的恐龍下場是怎樣的 嗯 成為了《竹卡》的寵物 哦,好啊 接著呢 結果呢 打齊這個《竹卡》的時候 《竹卡》的時候 《竹卡》的時候 嘩,大哥 怎麼夠他抽呢 於是你猜,發生了什麼事呢 羅賓呢 就拿了一些食物餵一隻恐龍 後來就舔了羅賓 所以整件事是這麼過癮的 好了,另外第二 也和這個《Marvel》的《竹卡》打架 和誰呢 你猜一下 如果《Marvel》就不外乎 這個《Captain America》 或者《Iron Man》 是嗎 沒有《Iron Man》 是《Captain America》 就是《Captain America》 和《黑豹》 那就是《黑豹》 那就是《黑豹》 那個《Wakanda》裡面 哇,原來是還有恐龍的存在 那接著呢 那隻恐龍的一條尾 發落了《Captain的盾》那裡 那另外呢 也都在說 《月光騎士》 早前的各位 和這個《古新聞》 《恐龍》和《始祖鳥》 是開過拖 不過呢 他穿越 去古埃及 就發覺原來當時 恐龍還是存在在古埃及那裡 那接著呢 就《月光騎士》 和《翼龍》鬥飛 說這些橋段呢 其實都很久了 不過你都可以看到 那一種的 當時的恐龍熱潮是怎樣的 聽眾有興趣呢 可以看看今天這篇文 我相信今天這篇文 起碼要有個交代了 是不是?台長 對 有交代 不過這裏也都說聲 我看了《珠狼機世界》 但是呢 我就要看那個《真恐龍》的 化石的展覽 我才去講 好 大家期待台長回來講 好了 甜品送完了 那第三節主菜是什麼呢?台長 這個好幾樣東西的 我們最近很正經的新聞 我們都少說的 因為它的趣味性不強 但是發展到現在呢 我相信由唐山那裡 帶出來的疑問都很多 那我們今天都要生日正經一點 正經在哪裡呢?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儘管他已經到了任期的末段 但是他仍然都是 周不時是巡視的中國各省 現在看新聞報道 他在河北省 我就很奇怪 如果他去河北省的話 就應該去關注唐山這個事件 但是不是啊 他反而是講那個經濟 要穩住經濟 那我相信唐山這個事件 在這個北京的最高層 其實已經定了一條了 定了在於什麼呢? 就是不能夠讓這件事件 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的議題 所謂發展到一個政治的議題 就是當你去投訴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惡霸 而它有所謂保護山 但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就是 這種事情是不是常態 在維州那裡也會發生類似的事件 就有個老闆 他見到一幫人打個女人 他就出來制止 結果他都被人打了 但是那個轟動的效果 遠遠不及唐山 我懷疑可能那個片本身 沒有這種傳播的能力 但是是不是說其他地方都沒有呢? 我們相信在中國裏面這個情況 都不能夠說是個別事件 那有沒有人會說 會問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事件 是不是反映了裏面這個政治的體制 這幫人是不是一路受僱於一個地方政府 甚至他們和整個政治權力是有掛勾的 那一旦提出了這個問題就有很多牽連 比如說類似天安社這類組織 基本上是會有一個比例的 他要問他這類共產黨的體制裏面 是不能存在類似的組織 是不是? 當年鄧小平去四川 毛澤東的交換任務給他 就是他撐除蒲哥這種地方的勢力 什麼叫蒲哥呢? 實際上等於我們今天講的什麼社團 鄧小平去盜墓 手起倒落了 解決到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當年上海 大家有看過上海的王仔知道 杜月笙或者什麽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黃金榮 共產黨要在那個街頭掃地 那爲什麽今天會出現這些不生不實現的組織 然後好像受到保護呢 那麽你接著再問一下 就很多這些問題 好了 如果就算這些不問 唐山那裏自己本身的問題都會問的 譬如舉個例子 放這段片出來的人 我們估計應該就是他老闆 因爲這個CDV一定是他擁有的 放了出來 那他現在的下場怎樣呢? 爲什麽沒有人去問這個問題呢? 如果你說在香港以前其實就有很多記者 香港的記者都會走下去做的 但是事而世逆 現在整個政權形勢改變了 基本上你想去的 那我新聞部的渣貝人都說 喂 你怎麽搞錯 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一定不要做什麽了 那你甚至可能報道方面是少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裏面也有不少的記者想下去的 我們都提過了 那些記者一到就受到劉瀾 一到那個人就去找你了 那你過來做什麽? 接著你帶回去走 但是只包著火 你現在這件事 連外國傳媒都開始報 現在報的幅度也不少 那接下來 除了放這段片那個人 現在是不是人間蒸發或者甚至已經不在人間呢? 那還有那幾位女受害者 他們現在究竟怎樣呢? 你公佈就是語言不詳 譬如說她沒事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照片看看? 可不可以做一個訪問呢? 就是官方做一個訪問 例如比如這個 這個 北京中央電視台 是不是? 或者人民福報 新華社可以做一個訪問 但是你又不做啊 你只是說一件 他們應該沒事的了 那這些問題就 就是那些市民是不會接受的 不過你不接受那又怎樣呢? 你繼續吵之後 現在全部都關掉了 那換言之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個定調就是說 一方面他們會懲處一些這些人的 例如譬如說台灣市的公安局 那新聞出來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會制止 這些帖會繼續傳播 會將那個問題的層次提高 就避免他們是演化成 轉變成為一種政治議題的 不過我們去看這個情況呢 我們都覺得 現在中國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你有銀行的問題啦 你上海啦 你有唐山這個啦 甚至我相信 接著後天也會爆 其他這些我們覺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出來 那你只要有人把這些問題 上升到一個制度的問題啦 移民啦 就是在那個互聯網上面發帖的時候呢 那一定會有很多人去討論的 那你說一個做法就是禁自己討論啦 那所以就之前會提出就是先去審查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的互聯網存在的價值在哪裡呢 因為它牽連很大的 譬如說這些的網紅 他們去賣大幅的時候 他們多不少有時候都會帶出這些問題的嘛 就是總之它建立有少少疏忽的時候呢 他們會突破這條紅線的嘛 那你究竟現在這種是繼續收窄啊 還是你肯面對的問題呢 就是要看那個最高領導人的心態啦 如果你說 喂 我不管的 我總之就是這樣 那有一天如果這個提霸 這個防線是稍微 就是有少許的破綻 或者漏洞的話 而圍堵不住 那那個局面會是怎樣呢 其實從長中國智偉都有這個 就是這樣的想法啦 就是大雨治水 他爸爸菌 就是圍堵 是不是 不然封起提霸 起提霸 那怎麼處理呢 那大雨治水那個經驗就是 你要疏渡咯 你要開山砍石 就是開過了改變過地形 那才可以疏渡到一些洪水嘛 那這個比喻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你有大刀闊 就是有大刀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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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唐山那邊我相信都大尾聲的了 相關的人士 例如那個燒烤店的店主 忽然又是一位女性 忽然又是一位男性 基本上無從觸摸 甚至他們究竟還不還在人間呢 都是一個疑問 所以我相信 繼續下去 其實網民本身都會慢慢的興趣減弱 但是你說會不會又沒有天下太平 但是完全這些事情不發生呢 我自己是比較悲觀的 我覺得這些事情 在中國裡面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省裡面發生 可以說無人無知 基本上都有這些惡霸的了 那你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呢 就看這個最高領導人的智慧 好了 我又講完五分鐘了 到下傳統文章接力了 只可以說一下 根據官方《人民日報》的說法 出示了幾位女生 其中一位傷勢較為嚴重 拍了照片出來 其他呢 被人遭遇這個暴力事件之後 沒事的輕傷而已 直接不用留院的 送到醫院坐了一會兒 覺得沒問題就各自回家散了 也都沒問題的 那間店暫時都還沒開了 每天都不如去堆化了 是不是? 而那間店的老闆 曾經有一個女士出來說她是老闆 就要大家不要妄報她 因為呢 那些人說她不幫忙 搞到她在這個小區生活不了 轉頭又有一個男士出來說是那間店的老闆 然後就說堅稱那天發生的事 大家不要謠傳 不要那麼嚴重 怎樣怎樣 好了 首先那個老闆已經古怪了 其次你說公佈一段片 最初發佈一段片的人去了哪裡呢? 不知道的 然後你說現在了 後來這兩個老闆有沒有出來呢? 說自己的老闆都沒有了 然後其次呢 有人也拍了一段片 那天呢 就是圍了 出了事之後 之後呢 有警方進去一段時間穿回來的 那那些警方做什麼呢? 不知道的 那發佈那個警方進去的那段片的人在哪裡呢? 又不知道的 然後呢 其次呢 你說那些女仔 有沒有出來說話呢? 一個都沒有出過 那你說醫院那個 甚至乎 潛入去醫院找 發現重門深鎖 很多人把手著 不知道是壓著國家領導人 還是什麼樣的 就是不是壓著 保護國家領導人 完全進不了的 完全不知道那一回事的 那也有些謠言 懷疑真的是謠言的 就是那個醫院的工作人員說 根本沒有那個人在那裡躺在那裡 但是我覺得這些不可以盡信 因為大哥 除非你說那個工作人員是十名 拿了醫院那個工作證 他是護士醫生 拿了身份證出來 因為現在最慘的是 你現在什麼都好 現在都是要拿著身份證 在鏡頭裡報自己多少歲 怎樣 要實名的 變了那種信用小孩子 只要你不是實名的話 整件事沒有人會相信你 甚至說你早搖 你肯實名出來呢 才會獲得基本的關注 這件事其實是很可怕的 那你實名就跟著有人找你報復 這麼簡單的 還有啊 剛才我們要繼續說 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很多人走上去那個市政府那裡 去實名舉報的嘛 那那幫人怎樣呢 因為現在有一件事 有二十多人出來實名舉報 另外唐山原來有個官 就說他之前貪污 貪了很多億的 也十億八億的 那跟著呢 原本判他就要坐牢坐齊二十年的 然後用角色手法 判到後來應該坐了幾年就出來 出來之後呢 那個人呢 那些人呢 那些居民走去追訴呢 那他就 給錢就找了一大堆的 保錶啊 黑社會啊 打人啊那些 那你收不到數之餘呢 還會被他打到重傷啊 甚至乎 打到癱悶 那樣 就是一個這樣的惡霸 那現在就二十多人實名舉報 那結果呢 去到現在呢 也都人民日報說了 那首先 唐山這個公安部 他公安局 以至當日那些 那些當席警察 巡警啊 還有呢 他的書記呢 現在都被人抓了去 調查 照廢了 那沒有了 就是了 那個交代就是現在調查的那些人 現在去照廢了 那連書記都抓了的了 你想怎樣 這樣 是啊 所以我們說這件事 就 到此應該改段落的了 但是問題 他都沒有根治到那一個 的惡霸文化 哎 還有重點 重點就是 無論什麼情況 你都是先做了借借文化 你明白嗎 那種情況 什麼事都好 對 他是不對 但是你尋釁知事 你每次都這樣 那些人連表達的 都是一個罪 你去追討也是一個罪 現在你去鄉州銀行 你想一下 大哥 你從來全世界都可以 入錢入銀行 提款 這個天公地義 又送一個紅馬給你 又搞狗你 甚至乎 又說你要資金來源 喂 我來提款 你問我資金來源 你是按狗的嗎 那資金來源就是你銀行 真是神經病 你說這個世界 去到這麼搞笑的情況之下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那種借倆文化就是 由上到下都是這樣照 現在你很怪的 就算我當 你買東西 出事 吃死人 我相信當地又會有一些部門 不是幾類部隊 就是城管 城管有幾類部隊 又會出來照 那種借倆文化 總是會有一個 你不明白的保護傘 在這裡保護著一些你不明白的人 台長 那這個存在了很久的 但是現在惡化 惡化 比如說你以前純粹就是 食物安全 你這幫周圍是 用坑坑油 他們叫地溝油 我們叫坑坑油 公路記者報就打了 就死為止了 比如在運動場上面 原來那些物料 全部對學生有毒的 教師舉報 然後怎樣呢 就是他被埋在運動場的下面 那這些不是我老作的 是真的發生了 但是現在你說的是生命線 大哥 你把錢放在銀行 那我信你就放在這裡 如果我不信你 我就全部放在家裡的床底裡 那我信你 結果就拿不到錢 但是你是救命錢來的 對於農村來講 那沒辦法的 那你去到這樣 就對於你的金融系統是喪失信心的 那有以此為鑑 這些以前的朝代 都發生過這些問題的 結果就導致政府倒台 那你不吸收歷史教訓 沒辦法的 是嗎 那你想想是 我先想錢 這個答案 其實我甚至是不是 在一樣的 就是它這樣 可以和它 我 passenger 史 never 喪失了信心的時候 現在上海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些老人家是深夜已經擔心在銀行門口拿錢了 去到這個地步 我們在香港的用語叫做擠題了 這個擠題的原因未必是說之前商鎮銀行的問題就是 它喪了信心 銀行的保證率一定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銀行的錢放進去 全部銀行放在那裡讓你拿 不一定會的 可能說那裡是十多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三個百分之二 而其餘的錢就是用來做投資 做其他東西的嘛 去生息 接著就給你利息或者借貸 現在全部的人因為信心問題都用來拿 當然是不夠錢的 當然是限定的 現在很多這些謠傳的 有些證實 也有些證實不了 譬如說農民銀行 它說拿錢那裡 可能說是有所謂的額度 就是限度 那是不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久而久之呢 如果你不處理這個問題呢 就全國銀行大家都沒有信心 大家拿錢一定是拿不到的 就不是關乎是否真的有人虧空供款 或者有人拿錢 不過我相信當然有 但是不是去到好像川陣銀行那裡 整間銀行的錢都拿回了 接著就儲存到外國 但是你一旦信心沒有 那個危機出現 就是那個信心危機出現的時候呢 就沒有了 你現在再加上一個問題是通脹 因為通脹的時候呢 就實物那個價值一定比你現金高的 就正如澳門那樣 喂 現在我怕喔 我怕遲些買不到喔 我現在買定先的嘛 現在買定先一定搶的 搶價就是提價的嘛 一提價有人團職啦 就是整件事是 但是你在大陸的團職 究竟是否查到 或者是哪些人團職呢 這個也是黑洞來的 我們也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也都沒有新聞工作 記者可以查到啦 所以簡單來說呢 我們覺得現在那個問題呢 如果你悲觀點去看 把火怎麼著呢 所有問題就串你來燒著了 希望 他那個擁有權力的人真的正視這件事啦 如果不是一旦你爆起鑊上來呢 就 很難想像那個情景是怎樣的啦 現在呢 有個情況呢 其實不知不覺呢 那些食物呢 價格呢 都真的有升的啦 例如很簡單 你會發覺呢 一罐的午餐肉呢 就算在淘寶買啦 可能之前呢 賣5-6罐 他現在他都賣到8-9罐的 以至譬如你說 甚至乎 喂 愛國啊 有些好出名的啊 這個Sparm啊 這個 是不是讀Sparm啊 那個午餐肉 他在中國呢 出了一隻特別便利裝 給你綠炮面上吃的 裡面是一塊獨立的 你一撕開個袋 倒下去就一塊餐肉了 一塊餐肉的售價是七個幾百元 嘩 你想想 想想 有些 如果窮一些都頂不住啊 頂不住啊 頂不住啊 你老實說 其實他所謂一塊 他只不過是把原先一罐的 切開四塊 然後將他獨立包裝而已 那你一塊他已經收你八元了 嘩大哥 那你想想 例如你說買五塊 那他那裡已經要四十幾五十元 嘩 如果你這個推算下去 其實以往來算 如果你的獨立餐肉一塊 頂多就賣你三四元 怎麼會去到價格升得那麼厲害啊 加上這段時間 不只是這些罐頭食品的 你開始發現 其實陸陸續續 有一些食物都開始不知不覺是加價的 例如粟米 粟米那個價幅都大 因為我很喜歡吃粟米的 我經常都會吃粟米的 因為我自己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的 牛油粟米 煮熟它就這樣吃的 我對那些雜菜豆的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的 你會發覺的 那種升幅 你想著是否澳門呢 是否香港呢 不止的 原來大陸也正在升幅 當然有一些暫時都沒有一個很厲害的升幅 例如你說現在 可能有些菜心 番茄那些 都還是維持正常加的 但是你陸陸續續會發現到 有些食物好像是有一個暗湧 就是它的家幅 我會怕它會不合理這樣跳 包括我所說的 澳門 又消費卡又面對這個情況 其實國內也是的 其實雞蛋的價錢也貴了 所以 台長 你覺得整件事是因為受鵝污的影響 但我覺得正常沒有理由燒到過來 不會的 不會說不會燒到過來 其一就是那個小麥的出口 你一受到影響 其他人都會搶的嘛 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之前提過 馬來西亞不給雞這個新加坡 搞到海南雞飯 可能斷屍嘛 而且傳說中國在之前不斷地去搜購世界的糧石 我們不需要只是看中國這個問題的 譬如其他地方 舉個例子 比如斯蘭蘭加 有價加的人暴動 孟加拉也是的 孟加拉也有的 英國呢 英國開始都出現的這些抗議活動 比如說前幾天 在倫敦有幾千人抗議的那個物價上升 然後就是鐵路罷工 他們要求加薪 加薪的原因是通脹正在升 如果通脹 你不加薪的話 那些人就買不起現在的東西 或者生活的水平受到損害 但是你一加的時候 現在追逐了 你薪金又升 接著你又刺激通脹 就變了這個通脹的循環 就會變成惡性通脹 那其他地方呢 如果它是 就是稍微的根基差一點 比如類似印尼啊 或者非洲這些地方呢 它會暴動的 那些人一不夠吃就不理你的了 因為每個人都就是 不會有什麼顧忌的 總之就有價升就有吵 這個食物價價升就有吵 但是中國那個情況就比較 不同一點的 不同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不會出現一個大規模 大家全國性 大家取出來說 我們抗議那個物價上升 就是每些人 要是經歷過這種的事件 他們會得到的價錢 就是八九年的時候 因為要闖這個物價關 結果就闖到一頭煙都出來 那接著沒多久 接著就胡耀邦死 就變了 就是發生了後來的事件 就是說那個邵欣有兩個的當時 就是你事後看回來 速發點的應該說 不是邵欣 速發點 其一就是闖國物價關失敗 其二就是官島 官島就是因為當時行的兩級制 有一個官方的價錢 有一個黑市的價錢 那官島 你有權力拿了那個價錢回來 平價 你跟著賭賣給黑市價 就是官 就賺到錢這個能力 但是跟今天相比 就是小毛見大毛啦 今天就 剛才我們說銀行那些 或者其他這些那樣 已經是全部 那麼 它又相應地加強那個社會控制 但是我們的疑問就是 這種控制可以壓到多久呢 如果你真的發展到一個 人民基本生活的問題 例如銀行拿錢 例如食物的基本的材料 譬如米啦 剛才你說的粟米啦 就是煮食品 都不講肉類啦 甚至說譬如雞蛋這些 如果你貴得很厲害 那些人都會吵的嘛 什麼時候到一刻不學收拾呢 特別是呢 就現在 就是在這個二十大年尾以前會開啦 那這個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來的 就是 如果在這幾個月裡面 那個經濟狀況穩定不了下來的話呢 那難免就 那個政治是一定受到衝擊的啦 那所以李克強他去的時候呢 他都強調了這件事 那很奇怪的呢 就 習近平就不是說這些東西的 就不是說了另外一些東西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那我們現在都在觀察著啦 但是anyway就 那個情況並不理想啦 並不樂觀啦 台長啊 我最怕就是呢 無論是澳門 香港啦 以致可能我們講這些地方呢 他整個經濟的衝擊啊 那個民不聊生呢 會是一路玩 玩到是二十大 甚至乎過了二十大 去到過了 才有一些所謂的明確的定奪 所以你現在賭牌呢 其實呢 在澳門呢 首先賭牌的價值是大不如前的啦 因為現在真的你接了手也好呢 如果你沒有上市的話 你自己玩自己的 你上市跟股民交代而已嘛 不可以突然就沒有了而已嘛 還有你如果以前做這麼多建築在那裡 你怕血本無歸的嘛 如果你上市的基本的業務是賭牌 你沒有賭牌 因為你洗濕了頭啊 如果你不洗濕頭呢 基本現在你要去找人來洗濕頭 都不會洗的啦 而這件事呢 我相信引致到其他地方的經濟啊 所有東西啊 包括香港啊 怎樣呢 我想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玩到二十大 然後 才會什麼呢 你說這段時間呢 其實到窩荷 其實好像現在 這兩天呢 有經常聽眾問我 為什麼你不說說外國的投行 說澳門的賭收啊 那些會大減啊怎樣 不如你聽回呢 其實呢 很早的節目呢 台長和我已經說過了 今年的賭收呢 政府在說1500億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你 不過了1000 他政府說下調啦 可能1300億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你 連500都沒有 嗯 我已經說過了 所以其實你說 你是不是為什麼你會這樣看呢 那時候我還被人罵 說我悲觀 為什麼政府說有1000億 竟然說1000億都沒有 還要只有一半 因為其實你整件事是算數的嘛 你沒有了賭廳 加上你現在的那些 人的入境啊 那些人的能力啊 博彩的能力啊 所有東西啊 其實你已經算數了 你行內的人呢 你看得多電影你就不知道了 你不需要說那些 其實那些大巷呢 他出來呢 他的消息呢 基本上呢 他先和你投資末分唱好三成 所以大家聽大巷說話呢 有你無理呢 打去七折吧 因為大巷全部都 他們慣性就是這樣呢 他是有你無理 因為他在這個戰鬥裡面 一定是要 拿一個大巷的優勢 就是好像賭場優勢一樣 如果他自己出來 他唱淡的話 除非他是要玩對衝去衝爆那邊而已 那這些技量我們都知道很久了 他出貨的時候就唱好了 澳門他們也洗濕了頭嘛 坦白說 他有什麼可能在自己洗濕了頭的地方 然後自己變成大巷呢 不可能的 但是問題是你見到他 他也都 很黑制的 這樣去說的嘛 口腐終須見家翁 那件事是你道金道成怎樣 他裡面是銅的 始終是銅來的嘛 你做不到要金那樣東西嘛 你現在有什麼什麼地產經紀行的主席來講 今年就流交升5% 那你升怎麼升呢 我問你 你怎麼升啊 你怎麼升啊 最近有些盤開了的 在珠海、中山那些 接著給錢 請人來 還有幾百人在排名 拿醜那些 你去做這些演出 那個實際問題 你不是實際賣到的嘛 對吧 台掌 是啊 你去做個勢很容易的 你很簡單 你要找人去做 哎呀 我說今天我做很多手棋啊 我沒有日本 哎呀 喂 你要別人相信啊 大哥 你最錯是沒有找我們 每人給5期的東西 叫我們幫你唱好他 這個就是你錯的問題 阿文俊這樣 你唱好是沒用的 沒用在於什麼呢 那些人的購買力去不了那裡啊 他想買都說沒用的嘛 不是啊 不是以前說 你唱好有些人有餘才去買 現在不是嘛 那些人連供樓都吃力 你再加息下去之後 沒有錢供就麻煩的嘛 唉 真是 但是我們現在剛剛講的樓 台掌 我們的主持群組 你看到阿朗哥丟了一張照片出來 他就說呢 大陸現在呢 你賣了樓之後呢 你賣了樓 你賣了樓 那他會有相關部門呢 就來勸勉你快點買回一層樓的啊 那你就一定你賣了一層樓出去 你就要買回一層樓 就去給自己住回 那如果你沒有物業 你買了一層樓 你又不買回一層樓呢 那他就會給一個叫 就是要惡意賣樓警告給你 就是你幹嘛買一層樓啊 做什麼 賣了之後不買回一層新的 你小屋搬打你也要買的啊 就是整件事你想想 就是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一個這樣的荒謬之處 我們再說了 其實我們剛剛第二節都說了 第一節都說了 現在很多人他賣了樓 他放棄了一些資產和套現之後呢 他去了新加坡嘛 我們剛才說新加坡是肥仔水的 因為你現在大量你發覺 其實上海這件事之後 其實那些有能力 真真正正 說那些什麼湯神一品啊 說的是出入代步 都不是說拿什麼 奔士啊 保馬這些那麼便宜 最低限度都奔利 不是奔利呢 都什麼那些再高級一點的那些 那你看看那些人 其實他已經是有錢有成的那些 他詐詐詐詐 他就已經是 很多都已經連了整間公司 是做過了新加坡 他連了公司 整個人連資產 連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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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了公司的公管 一起去了新加坡 設立一個Headquarter 這個新加坡去設基地 這個文化 一個月前 我跟台長已經說了 新加坡現在 但是現在的情況 更加肥仔水 你想想 你放了香港多少中產過去 台長 剛才你也說過 有一篇報道 現在新加坡那個 就業的情況 不是 保險業 保險業的就業人數 香港的就是跌減 那是不是新加坡 突然間多人做保險 當然不是 是做保險運過 新加坡 就是這樣簡單 為什麽做保險那一招會過去 原因就是 因為客人在那裏 就是那堆客人過去 以及那堆客人 相關他們整個網路 搬了過去 所以現在的整個情況 其實新加坡 是肥過肥仔水的 因為新加坡 他又不跟台灣 又不會有個港女在 有空拿火箭炮 被人整治 是不是 他又不會地震 不會所有事情 他旁邊 他沒有戰爭的風險 就是 然後在公園那裏 那些水賴海賴 走來走去 又不會被人打了他 那你變相 變成一個人間樂土 所以新加坡 有機會我也是首選 為什麽呢 他有這個司徒中間 最喜歡的 Nego嶺 有Nego樂園在那裏 好像直視尼那樣 嚴格來說 不是新加坡的 是馬來西亞的 但是很接近的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關係 就是澳門去珠海 所以 你看到 其實現在新加坡 是集萬千寵愛在一身 這個情況 其實現在 一些 只要 他是 戰聯比較低 相對有法制 而且 在某些最偉大的地方 觸手不及的地方 就是安全 現在就是買對家 那些人 那些人 一向買對家 就是 你叫他食物充足 不用斷 他就去斷 他亦都拿過東西 那他之後去找 下一個落腳地 就是你 你當然不會找回那些 利減豪債啊 甚至菲律賓都不安全 但是當然 長遠計 就是必須要 劉武雄老師 一件事 其實他說得很對 一帶一路 劉武雄老師出了一篇文 一帶一路 一直以來 都是虧錢居多的 裡面很多項目都是爛尾 有很多的數目消磨了 不知不覺被人鬼了 或者是流失了 我們用了流失 不要說貪污 流失 其實一帶一路 這個大外宣的工程 其實是背負了很多的債務 以及有一些負面的重担 而這些情況就是以往 我給你課稅 我是你大哥 我照顧你 我是你金主 我是你爸爸 所以你有些事情 你也要配合我的 例如 柬埔寨西港 當時 因為很多黑幫過了去賺錢 又帶客人去賭錢 嫖到飲當催 甚至是炒起那些地產 政府也不能夠 到後來 一些執法人員 在當地 可能是和一些黑幫 有一些爭鬧 甚至是一些可能是 有某些 背景的人 簡直是瘋得開槍 周圍AK47 用汽車炸彈炸死人 那些 收不到課 然後可能跟他說聲 你再這樣搞下去 我就會派一些軍隊過來 要是 你就讓我派一些警察過來 整治的地方 交人 他一定會配合你的 為什麼 因為他大哥 正如一件事 很簡單的 我跟台長吃飯 難道我不會賣一張單 難道台長吃飯的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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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種大哥文化 你是一帶一路 如果你不停輸出 你不停給好處人 你就是大哥 但是當 有時候你知道 好像出來走 江湖文化 去到 你突然之間 你自己都不行 甚至乎咳 或者有些事情 兌現不了 那就帶你老母 是啊 有錢就是兄弟 沒有錢就是嫉弟 是啊 那個不是真感情 但問題是當時 你去扶持某些國家的時候 有些國家 可能當時都沒有受理恩惠 或者他不需要受理恩惠的時候 再加上有些國家 例如日本 你不停都 責任存在美方 存在日方 全部都是什麼 亡我之心不死 永遠都是歧視我們 永遠拍電視 什麼都好 手榴彈扔美軍戰機 手撕開日本鬼子 的時候 這些國家 去到現在防疫政策上 以至各類型的事情上 它的確 經濟比你強 對外關係比你強 大家的政制文化 以至人民的質素 都是比你強 這是事實 你不能不認 的情況之下 你再加上那些 當時跟你圍著你一齊 每天都是大佬前 大佬後 出去威 出去飲飲飲 聊一下女孩 空下人 那些兄弟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不要說 你請去吃叉燒飯 走過 大佬 口渴 買一杯奶茶 都沒有錢 甚至乎 你自己帶奶大茶 再自己沖 你那些兄弟會怎樣 那些兄弟 就不聽你說 但是他愛於受過你 因為你也是我大哥 我給你幾分薄面 如果現在 他下面再要收靈 即是人們要移民 再收靈的時候 我會不會選擇這些大哥 這些字頭 當然不會 因為我後面都會想 你同一飯 或者 你很有機會 將來 大哥又彈起來的時候 你又同一飯 所以我相信 新加坡 日本 越南 現在都肥的 越南沒有那麼肥 新加坡最肥 日本也是第二 他們幾個分工的 新加坡主要吸收的 財經方面 金融 越南就是製造業 開廠就走在那裡 或者是印度 談好了 是的 談好了 那日本呢 我相信都不是主要 他之前想吸收那些金融的 但是 我在日本 他那個限制太大 但是他那個角色 都是軍事上的 現在慢慢 他們 就是那個分工 就各有各的那個優勢 但是問題就是 你有些 比如南韓傳統上 都是中國的 但是現在都 就是那個新的總統上任 就都不是的了 還有南韓都開放了 現在 對香港開放了 7月 人家都這樣 又來又來 你還在這樣的政策 你怎麼玩 還有說到一樣 可能 如果我們有日本聽眾 就去篤灰了 我們就死了 我說了 日本三零重工 應該超音速飛彈 建制到差不多了 如果 你 這麼內幕的消息 你三零重工 真的有了的話 我們之前假設台長推論和我推論 出雲號是有核彈的 你怎麼去打 你那些什麼 什麼宇宙大戰爭 No.3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宇宙大和號 是不是 你還在那裡燒柴油 還在那裡和你什麼 在那裡BB彈射 好玩啊 我想他們的看法 就和我們有頗大的落差 現在自我感覺良好 是吧 很多那些政府 都和你圍圍樂樂 都和你稱謙到底 只不過去到重要關頭 例如好像那個南太平洋 那十個島國 歡迎你去到 那些人 都和你騙 握柴 但是一談實際的事情 大家就耍手零頭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不過他們覺得不是 他們覺得我們就是 朋友滿天下 個個都是朋友 個個都不同美國佬 就是他們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講多兩句 台長 你除了三庭 你不要忘記 日立和富士 不是和你做冷氣 他們做無人機 他們現在 他們研發那個無人機系統 是要怎麼覆蓋的呢 是日本飛去台灣 喂大哥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中間 你那些BB艦在海中間 如果他除了飛彈系統 他拿無人機系統 去覆蓋你整個海 喂大哥你怎麼搞啊 你說台積電 是你的 但是問題 日立三零 和富士呢 你聽過名字都知道 你追查他們的歷史 這班人在二戰時候做什麼 你猜他真的做冷氣 做軍工廠 做微波爐 那些是之後的事情 那些全部是做炭克 然後好像日立 你以為他做冷氣 他做槍的 不是槍 不是開槍 不是槍口的槍 是一枝枝棒棒棒的那些槍 在德國吸這個槍的設計圖 沒有在那裡生產 你想想 其實這班人如果有什麼 他以前做的這件事 他根本整套東西都是軍工系統的時候 他現在一樣可以的 日立做炭克的 那你大哥 做炭克的日立 你想想 如果他現在做無人機 他有多奇怪 還有其中一件事 你一定不覺得他是軍工 事實上他也是軍工 Yamaha就是這樣 你留意一下 Yamaha 他是有航天科技的人才 他是在研究什麼 其實他們研究那些東西很瘋 Yamaha是說鬼道武器的 你心想這班契弟 平時做什麼 Sony Playstation 來塗毒我們的小朋友 做一些藝糧 什麼 派對卡孔明 除了這些派對卡孔明 他真的有實力跟你開派對 尤其是你看看現在 出雲號 你說他還沒打過 但是那些人不會疏於防戀 你不會見他無端端 派幾個石頭走去富士山 然後說很冷 然後馬上開直播 我們這些日本的軍隊 冷到媽媽還吃過飯糰 他不會做這些事 他吃咖喱 海軍咖喱 但是你看看這班人 他是勤於去跟美國和英國做春菱的 所以你想想加上我們上次 還有這樣的 遲些應該爆出來的了 整個亞洲區的北約 都差不多成事了 其實這個是另類版的大東亞共和圈 不過這件事叫做推手就不再是天王 這一個軍國主義 就不同以前的軍國主義 就是因為我沒有安全感 隨時有爆炸有陸沉 所以我要找個地方落腳 現在不是 而是我現在是一個島鏈Defend的文化 所以現在這個軍國主義再次興起 你去評擊他 和你以往那種軍國主義興起的評擊 其實應該這樣說 那個本質上是不同的 但是他們的方向是相同的 就是船堅炮利 而船堅炮利 當你還在說 你整個柴油的東西 走出來 怎樣怎樣的時候 人家在說什麼 研發鬼路炮 包括整個海的無人機 研發超音速導彈 其實你想想 那個差距 你和美國可能差三十年 和英國星鏈系統差 星鏈導彈差二十年 那你和日本 日本這個差距 我想小極都十年 所以這件事是很惡搞的 而這件事 你不用相信其他那些角色 鍾南山你也不用問他意見了 司徒文俊告訴你 在很多個的未來 都是日本、台灣、韓國 和日本、台灣、韓國、越南 是連成共同防禦協議的 即是變成民國 而這個包衛網你無法突破 因為他們會公布一條條 就是台灣被人打 日本就會出手 日本被人打 韓國就會出手 他們是統一了 就變成四個五個 這個剛才我們說北約的 類似北約的組織 北約有任何一個團員被攻擊 整個北約會動員 所以這件事不只是針對中國 是牽動整個亞洲的佈局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都過了時間 明天回來 拜拜 今天來到火之神 阿朗哥和鄧為我煮了一道 是否叫台獎的牛扒 台獎西亞牛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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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一下這個菜式 有甚麼特別之處 第一項 單手都可以吃的 單手都可以吃這個 有這麼滑的牛扒 雞蛋牛扒 然後有吉利虎蝦 還有這道菜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沒有澱粉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麵豉湯 這道菜真的水用非常非常美味 大家看 接下來 一定要點這道菜 財獎西冷文化 多謝大家支持港國 還有支持梁錦長峰的特議 還有他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 多謝 多謝 多謝